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KSK9 今天是7月7号啊 今天大新闻啊 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好像要辞职了啦 说新闻讲讲 他现在正在做那个正在写那个辞职信了 so 他还没有真正的宣布 差不多要辞职 真的好像是要辞职了 然后呢 谁会代替他 暂时还不知道没有一个特别强的这个 接班人哦 还有就是 现在英国的这个什么通货膨胀很高啊 中国经济啊 有点 有点啊 可恐怖啦 so 谁借手也是难的 现在啊 谁敢借手啊 ok 就是啊 啊 首先不要忘记点赞点赞分享留言啊 点赞点赞分享留言啊 ok 啊 还有就是这个啊 跟我炸炸那个like 还有跟我分享分享啊 还有记得留言啊 ok 啊 是啊 那天啊 昨天啊 昨天那个FOMC我看错了啊 不好意思啊 大家 吓大家一跳啊 昨天不是开会 FOMC开会 我看错了啊 啊 昨天是那个 啊 会议记录罢了啊 记录和这个报告罢了啦 就是上一次他们FOMC开会的 他们开会了 做一个minute ok 昨天报告出来啊 只是如果他昨天的报告呢 也没有跟他们开会 有太大差别啦 有时他们开会有什么东西忘了讲 没有讲到他minute这边会添下去 加下去啦 所以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东西啦 所以这个吓大家一跳 不好意思啊 真的啊 所以我也是有时也会看错啦 我也没有100%对的啦 看错了看错了啦 所以有朋友在留言跟我讲啦 其实这个 这个只是一个 会议记录 上一次那个会议他们讲什么东西 在记录放出来不了了啊 爆出来不了了 ok 所以这个不是太重要了啊 ok 因为什么东西 上次那个会议 什么啊 那个啊 什么啊 什么反应 那个market什么反应 已经反应了啦 已经反应了啦 所以这个是不大 昨天这个啊 会议这个记录是不太重要了啊 ok 除非他有些东西是跟 他们那个会议啊 开会的时候不同的东西 他有讲出来可能就会有啊 特别大的这个反应啦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啊 不好意思啊大家 ok 首先看看免修声明啊 啊还有啊 这个啊 cgsmb要开户口 可以看看啊 可以试试这个cgsmb ok 水钱不 水钱便宜 然后里面可以玩美股 新加坡 香港 马股 玩etf 还可以啊 什么还可以 里面还有tradingview软件啊 如果你是用那电脑的 电脑的这个 版本啊 里面还有tradingview 啦 ok 你要看怎么样用这个 这个这个 iTrade 这个cgsmb的软件 这个啊 交易软件 上次我有做那个视频啊 你去找啊 有那个视频 怎样买美股的 我讲 我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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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视频叫做怎样买美股啦 如何买美股啊 但是啊 你去找那个视频 里面我有 我有啊 啊 很简单的 给大家看一看那个 cgsmb cgsmb iTrade 那个啊 平台啦 那个软件啊 是怎样用啦 ok 记得啊 要看看啊 看你要怎样买美股 很简单 不了 我也有讲怎样买美股了啊 ok 首先不要忘记点点点点赞 分享留言 所以今天回今天看看蛮多东西啦 今天啊 虽然market不强啦 蛮多东西看了啊 等下我们看看美股神明天啊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仅处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ok 看看 看看国际前啊 今天马股跌了1.1418 跌了2.16 0.152% 新加坡上了0.584% 香港上了0.264 全部是8% 韩国上了1.844 日本上了1.467 泰国上了1.029 呃 菲律宾上了 掉了 菲律宾掉了1.438 中国FDSE上了0.264 中国SSE上了0.270 中国SSE上了0.972 澳洲上了0.811 印尼上了0.093 纽西兰掉了0.259 台湾上了2.508 俄罗斯掉了0.261 印度上了0.795 亚洲大部分是上了 今天亚洲有反弹 大部分有反弹 马来西亚跌了一点 马来西亚跟这个纽西兰 跟这个菲律宾 我们看欧洲 欧洲英国 DEX有反弹 0.743 这个德国 所以欧洲 不是DEX FDSE 英国富西有反弹 0.743 DEX DEX DEX掉了1.792 德国 DEX 美国 美国昨天有小反弹 0.226 NYSE 掉了0.236 S&P 上了0.357 NASDAX 上了0.350 所以美国有小小反弹 除了NYSE 油 大众商品就比较惨 油开始跌了43 43 4344 Brand oil掉到100了 Cruid oil原油 Brand oil掉不到100 Cruid oil原油 sorry 跌到98.8亿了 所以这个可能是因为那个什么 通货 通货膨胀跟那个什么 他们怕那个经济衰退 recession 很多投资者怕recession recession 这个油的需求量会跌 油的需求量跌 所以价钱就开始跌了 金 这个吓死人 一直跌到1700多 1741 一直在跌 这个就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 赢19.3 也 也 掉了一点 ok 我们看看马股 马股KOS继续跌了 今天有有回去充施一点 这个跌破了 然后回来充施又给他压下来 看来真是很不好 看来他要他要回来 test回来充施这个前4点 1400到1410左右 然后如果他跌破了1410 或者1400左右 他应该会要回来test这个13 1350 1350 也许这边 再跌到这边也许这边是底了 暂时还没有见底 要等等 ok 我们看一下今天马股 马股今天 还不差上升股 364 下跌股 429 交易量太小了 1.945 billion 跌了2.16 1418 所以你看今天马股找盘呢 就又上又下了 好像好像好像那个 波浪这样了 找盘冲上去 然后又卖下来 然后集团又推上去 又卖下来 啊饭后 午餐过后 就直直不了 又卖又啊 就那个那个market 是平平淡淡 然后又上下 然后一到 差不多收拾一个大卖下来的啊 可能那个收到风 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 啊 啊 英国首相要辞职 可能market 怕 有一点恐惧一下了啊 ok 啊 消费看板块上了0.34 工业大跌2.10 啊 工业很惨的啊 如果是 recession的工业就很惨了啊 如果欧洲跟美国啊 啊 什么啊 啊 经济衰退了啊 ok 啊 建筑0.63 上了0.63 科技掉了0.25 金融掉了0.43 房产上了0.17 中值上了1.8 阿列伊地掉了0.07 能源 掉了1.64 啊 手套又来了啊 market很烂的手套 手套又来了啊 手套又上了1.64 等一下我们看看 电讯上了0.04 啊 运输掉了0.07 啊 utility 水电gas那些上了0.06 啦 所以没有什么大动力啦 产的是这个工业很惨 跌到很厉害 这个啊 运输啊 这运输 中值跌了这样久啊 有点小反弹 手套啊 当market很烂 他又来了啊 ok 啊 我们看看这个 东力股啊 东力股啊 有三板地圣 蛮大量看看 Hatta 蛮大量看看 SOP 大量看看 Maxxix有量来 我们看看 Top Globe 哇超大量啊 有人开始老底啦 600 呵呵呵 685 哇 685 so 呃 看看这个 M Bank 哦也啊 M Bank 有量来啦 看看啦 因为他是银行啦 Aziata Aziata 这个就 呃 还有 还有还ok啦 有20多个Million 啊 这个 Bull State也是啊 Bull State也是啊 Bull State也是啊 我们等下要看看 Bull State 啊有大量来啊 这边好像没有看 Bull State ok 啊 ok 是这样多啊 我们看看啊 啊 手套 啊 啊 医疗板块 医疗板块还是慢慢的跌啊 他想反弹啊 现在 要不要捞底他有背离啊 捞底很难捞啦 每次一捞底他又继续跌啊 暂时不要捞先 如果他能重破1708 守在1708上面 也许可以是 现在还不是啊 如果要捞了啊 现在还不能 啊工业跌到啊 真的阿嬷都没领到啦 这个 啊 建筑建筑啊 种植 种植跌到很够力了 现在才一个小反弹 这个也是很难玩啦 因为他一层一层跌 连8个MA都还没有还没有到啊 都还没有 都都不能 不能回去8个MA 所以不要玩啦 还是跌到很厉害 啊 你看今天 今天那个啊 啊 啊 中油 中油价钱又继续跌了 很难玩啦 能源也是跌下来 没有太多东西 啊 so有一个 反应啊 这个 结束啊 啊 like啊 谢谢你啊 这个Darren啊 敲桌子了啊 看到这个啊 看到的能源大跌 什么 ok 我们看看这个 新闻 so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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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赫月啊 44个M 我们看看啊 44个M 这个是 Reich eleven 这个是for这个 电脑这个网 网网网网用啦 电脑这个连接 连接 连接网啦 white area network啦 呀 pnb跟aasmb啦 政府啦 呀 班政府啦 啊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 HTвadoor HTvadoor还是华與西南 MRI 没有什么东西玩啊 他的股 还是不能 SMtrek SMTRACK又拿到项目啊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consultant啊 这个服务啊 管理服务啊 项目管理顾问工作 哦这个是谁的 这个是油的油的公司啊 他没有讲是哪一间啊 说看看啊SMTRACK SMTRACK飞田谷啦 飞完了啦 现在还不会飞要看啦 还要不要飞 我们看0.095 他突破0.095可能能飞啦 暂时他已经飞完了啦 炒完了 这个新闻讲 bank the dollar 还会这个很 很高%啊 还会起多一次啊 年底还会起多一次这个 这个啊 加息啦 还会加息多一次啦 so so 惨啊 RSP13号又要起他的利息了啦 他的这个 这个贷款的利息啊 这个time.com RSP讲time.com 有机会反弹啊 啊 他突破4块4.04 有机会去4.61 跟4.76 啦 我们看看啊 time.com 啊 突破了4.4.04 啊 他给的止损在4.3 哦 他讲了 跌破4.3 可能你要逃了 所以 你 跌破4.36 你也要小心了啦 不只是4.3 啊 这两个你要看啊 OK 这个也许可以捞一点点啊 不多啦 现在你买进去不多 几% 啊 啊 Honey Ban给星鸵1块钱啊 星鸵今天上市啊 75分啊 就看看他的股哦 他上市 啊 他上市今天是不好啦 啊 他上市了 7块 啊 7.5 现在一上市就跌跌跌跌跌 跌到来 7毛7毛跟6毛6跌破6毛6就很可能他还要跌了 不好了啊 可能你要斩了 他突破7毛7毛钱证明他有动力 可能他还要飞哦 自己你要看哦 OK这个呢 Hong Leong Bank讲了这个啊 这个什么对银行有好处啦 这个起了这个利息啦 so他讲这个啊 哦 这个电脑读给你啊 由于隔夜政策利率OPR每上调25个基点 行业境息差NIM将扩大5-6个基点BPS 因此国内银行有望获得更高的收益 OK 说他是讲啦 他们会赚多一点啦 所以他给这个重量级的给overweight 给Hong Leong Bank Hong Leong Bank给他 给这些银行overweight OK 所以我们现在银行起利息了 我们要如果你供物者要供多一点钱了啦 所以希望他起利息 我们供多一点钱 希望他的股能上 能上回去 我们捞回一点 至少也没有亏啦 所以现在每一天我就在看这个 看他们的那个 什么 板块 看他的板块 板块的图啊 看他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反弹模式 有反弹模式 我们真的要进去捞回一点啊 不是啊 我们又要供多一点钱啊 供物质啊 那些啊 啊 OK so Hong Leong Bank Hong Leong Bank给 Hong Leong Bank 给 Hong Leong Bank 9.7 RXB Bank给7块 啊 sorry 9.7 RXB给7块 啊 BNB NB 给3.3 跟这个 Affin给2块 2.3.5 9.7 9.7 本来9.7 大概是他已高了啦 OK 如果他能上回那边去呢 从现在上回那边去都有20 哎 10多巴仙 罢了啦 Mail Bank 不多啦 10多巴仙 好过没有啦 啊 我们看看RXB啦 RXB他给7块 7块这个就比较多哦 是不是玩这个呢 也许会比较好啦 如果他上回来这边呢 有20多巴仙 啊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捞回几个Bank 有20多巴仙的回来啦 啊 还有一个就是 M 啊 Affin 给Affin Affin他给 2.3 2.3马半啊 Affin 重回上去 也有28%啊 OK 所以这个现在他在这边 然后如果你捞进去了呢 你继续收 他也许再突破2块钱 再加一点啊 我们看2块3马半啊 2块3马半左右啦 可能2块2会有一点阻力啦 这个要小心啊 OK 还有BMB BMB啊 做了双底 也许做了双底啊 这边有一点点这个啊 啊 有有有有 呃备离啦 不知道他几时要炒啦 应该会炒一轮啦 因为他赚 他赚钱越来越多啦 现在他正在跌啦 银行股正在跌啦 OK 不跌就没有得完啦 跌才好了啊 他 现在跌 也许还会跌多一点 我们不要捞先 看他 真的 真的跌到底 啊 那个板块做反弹模式 我们看板块先 板块做反弹模式 我们才进来捞啦 所以这个呢还要等啊 这个如果他摊回上去 红丰盘呢也有二十多巴仙啊 暂时等等先啊 我们等机会 还有机会我们去捞回一点来 首先全部银行都开始要起息了啦 要起息了 这个讲明年啊 明年啊 2023年还会起 也许还会起到3%啊 啊 还起到3%啊 OK 现在是2.25是吗 现在是2.25 哦 一起到3% 啊 新凡很高啦 新凡啊 新凡今天上市啊 刚才我们讲了 OK CNB CNB又要起啊 全部银行要起啦 public bank也是要起 C75起了啦 他的这个 啊 什么 啊 这个利息 贷款利息 OK 这个呢 银行啊 银行要 现在要 那个什么 fuel Subsidy啊 要targeted啊 就是跟人啊 每一个人都不同啦 燃料补贴 啊 燃料补贴啊 现在要targeted啊 所以啊 所以每一个 或者每一个group啊 每一组人都有不同的 这个补贴了啊 都不会讲全部打一样的油价钱了啦 看他 他现在要test了啊 要试试 试了 然后呢 他们会在这个cabinet 讨论啊 Tanker Zefro表示 政府针对燃料补贴的测试机制一旦准备就绪 将提交给内阁 哦 so啊 迟点啊 你跟我 我我跟你可能打不同的油价了啊 哈哈 OK 我们看 动力股 time.com time.com讲了 sorry啊 time.com讲了 time.com讲了 SameTrack Zipadu讲了 Same Same Plantation看看啦 Same Plantation 中指看一个好了啊 不用看完全部啦 大部分大同小异啦 Same Plantation跌了很久 有个小反弹不了啊 这个小反弹对我来讲 是透明波啦 OK 如果你买进了 你还收着这个股反弹上去 你有机会逃 也许你逃了先 Hatta Top Glove Hatta跟Top Glove 大反弹咯 我们看看啊 大量来啊 看看Hatta先 H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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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许突破3块钱 才讲啦 没有突破3块钱 很难啊 突破3块钱 也许还有机会上去啦 但是 但是他还是滑就下 虽然有背离啦 但是 这个 这个手套股的背离啊 是信不过的啦 每次一背离 上上两天 他跌下去 Top Glove Top Glove也是有背离 看RSI能去到50 没有RSI去50 他突破一块 一块一毛三 也许有个小反弹 这个等等啊 我们也啊 我们啊 等盘快看 看怎么样 MBANK 今天MBANK有点亮 看看啊 MBANK 银行不要给他走了 MBANK太高了 我记得MBANK很高了 MBANK还是太高了 太高了 最好不要追了 有点高 DFARMA有点亮来啊 DFARMA DFARMA有点亮 78 这个很难啊 一直尾巴很多 不能 暂时还不能 暂时还不能 SOP SOP 也是有点亮 我们看看啊 SOP 啊还是 DATA很高了 这个暂时还不能 上升辣植都没有 下跌辣植的 三分一 啊 BOOSTIT MAXIS ASIATA 我们看看BOOSTIT先啦 BOOSTIT 昨天我讲这边有机会追啦 我不敢追啦 已经很高了啦 还能冲 看来他应该还有机会 来到九毛钱 有机会啦 有机会 啊 有机会11% 你要看他能不能 啊 他应该要收在 收在0.815上面 他守不住 他守不住 0.815 你要小心啊 可能他要回答 要跌回下来了 啊 这个 也许还能上多一点啊 我觉得 动力 有啦 他有动力 MAXIS AZIATA AZIATA 啊 他有点背离啊 他也许 这个背离 有机会 可能是小反弹罢了啦 要大反弹 他必须突破2.89 这样啊 比较好了啊 突破这个 这边的主力 MAXIS 有量 MAXIS 就比较好 MAXIS 已经开始上去了 3.38 他能存在3.38上面 也许有机会慢慢的上来 3.57 或者更高 3.57 或者这边 3.8 跟那个有给4块钱啊 4块钱 跟MIDF4块半 这个太远了啦 4块钱也许有机会 所以这个 MAXIS更好啦 MAXIS比较好 AZIATA比较弱 OK 所以我们明天再谈啦 OK 今天讲到这边 明天再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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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